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Podcast 那本周呢我都在倒数 所以如果你礼拜一到礼拜四都听过的话 请你再忍耐一下 我在倒数第一百周 本周呢是我们Podcast开播以来第99周 那各位听众都知道吗 我们每一周呢是一个主题 所以99周到目前为止 也就是我们有99个主题了 不过没关系 哈佛上海评论已经创刊101年了 这文章呢真的是超级的多 不管是企业的组织管理啊 职场啊家庭啊 或者是人生如何平衡 各种主题都很多 所以应该我们永远不缺主题了 那所以下一周呢 我们就要进入第100周的主题 那也会播出第500集 所以请各位听众呢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那我也要邀请各位听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肯定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到说明栏点击赞助连结 就可以赞助我们的节目 本周的主题呢要来谈谈如何度过难关 如何人生重开机开启第二个人生 那这一周呢谈的难关比较多是属于比较重大的危机 人生比较重大的危机 如何呢这个重新站起来 因为如果你重新站不起来的话呢 你就是人生呢 就会真的从彩色就真的变黑白 那么一连三天呢 我已经分享了各种不同的情境 然后各种不同的案例 人家是怎么站起来的 那么今天呢我要特别来说明一个概念 这也是近几年来一个非常红的概念 你一定常常听到这两个字 叫做任性 就是坚韧的任性 现在常常就说我们要任性 面对经济危机 我们要任性要应变 面临供应链的重组呢 我们也要任性 面对这个战争的危机呢 我们常常也说我们要任性来应变 所以最近呢这几年呢 大家常在谈说面对危机 面对变动 面对转型 面对变革 我们都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就是要任性 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来谈一谈 到底什么是任性 任性这件事情 到底应该怎么解读 到底任性呢 跟我们面对危机 面对难关 重新站起来有什么重要性 所以今天好好来跟各位谈一谈 哈帕工商时间 CEO领袖高阶经理人 最宝贵的一堂课程分享 远见天下文化 领导影响力学院即将开课 我们邀请到郑重华董事长 吴敏秋董事长 宣明志董事长 林错误秋强博士 首度授课 IBM大中华区 前董事长 即首席执行总裁前大群 来担任课程总导师 更邀请到洪兰老师 来担任客座教授 共八天的课程 大师亲授经营心法 以最前瞻的视野 分享珍贵的实战经验 领导影响力学院 第一期典范课程 将于6到8月进行 实体线上课程 各线40个名额 最后席次即将满班 现在就到资讯栏 点击报名上课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其实这个韧性 这两个字 英文叫做resilience 那么之前呢 世上哈佛伤害评论之前呢 我们去查原文 都是在谈resilience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 把它翻译成韧性的很少 所以早期哈佛伤害评论 在提到resilience的时候 多半用的翻译的词是 互原理 就是复原 你怎么样recover 其实也就是蛮符合 我们说碰到逆境 怎么转为为安 复原起来 叫复原理 只是这几年呢 越来越多人呢 就不用复原理 用韧性 resilience 就直接翻译作为韧性 所以呢 我也要上这一几节目之前 我在准备的时候呢 也在我们的archive 我们的哈佛的资料库一头查 用复原理查呢 哇将近三百篇文章 那用任性查呢 也将近两百篇文章 所以加起来有四五百篇文章 就在谈这个任性啊 或复原理啊 所以很多不同的情况 其实我们都会用这个英文 是叫resilience 那么从这四五百篇文章中呢 我就挑出了两篇文章 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到底什么是任性 任性的定义是什么 以及我们又不要滥用任性 不要误用任性 就什么东西呢 就讲任性 所以这个有一点反差了 有一点先来厘清什么是任性 然后又来提醒 不要滥用任性 这一共两篇文章 跟各位来做分享 那第一篇呢 那是比较早一点点的文章 其实因为哈佛桑海评论 谈的一些是管理嘛 也没有什么时效性 也没有什么新闻性 所以我用早一点的文章来说明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找第一篇文章 就是在谈说 到底什么是任性呢 它下了一个定义呢 就是建设性的危机处理法则 就是任性 就是你任性就是 当你发生了危机的时候 面临跌到谷底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不是发出不平之敏 也不是默默的承受 这些都没有办法帮你脱离低潮 更何况说要让你继续前进 所以不是不平之敏 不是每天那么愤恨不平 也不是默默承受 而是要把这种负面的经验 转化成为有意义的行动 或者是教训 或者是一个方向 所以它叫心理的复原力 可以快速的找到回应的方式 可以解决危机 而且重新出发 所以这篇第一篇 我刚刚讲说 我分享这一篇文章 它的标题就是 后挫败的转机 它这边也举了蛮多例子 就是说通常你必须要具备 这种化危机 化这个负面经验 成为有意义的 这个新的行动的原则 那才有办法 从很多危机中翻身 它举了很多例子 包括比如说 九一恐怖攻击之后 那些受灾的人 他怎么样 比如说他刚好在那 东大楼一头上班 他逃生成功的这一批人 他怎么样重新站起来 或者是说 在美国曾经发生过 一个飓风很严重 台湾人也蛮熟悉的 叫Katrina Hurrican 就是飓风的重创 很多人的家园 那这些人 有些人真的就站不起来 可是有些人可以站起来 那都是他们 不是整天在那边 纷纷不平 也不是就默默忍受 就是发生了 就这样 那就容许自己 永远这样萎靡下去 而是他可以找到 这个危机本能的反应 然后找到 这个重新出发的方向 化解危机的这个能量 他才有办法 重新站起来 所以我们一般讲 任性的 就是面对危机之后 如何转为危安的 那个心理状态 以及你采取行动 那种比较正向的 那种状态 这边举很多例子 这篇文章 比如说他大到说 你是有生命受威胁 比如九一一种恐怖攻击 小到说 比如说公司里头 同事进公司 有三个人 结果其他两个人 升迁你没有 这种也是一种 比较小的挫败 这可能对很多人 是很大 但是跟那种生死比起来 这真的算是小挫败 那面对这种状况 你也是需要 这个resilience 就是这种任性的 你才有办法 面对这种 也是算是一个小危机 你怎么度过去 以后呢 你可能几年后 你的位置呢 是这同一体最高 都有可能嘛 如果你可以转为为安 变成激励你的力量 而不是你在那边觉得 愤恨不平 老板偏心 老板不公平 你如果只是陷入那种 负面的情绪 那也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呢 resilience 可以用在很大的事情 当然也可以用在一些 比较小的挫折上 我们都很需要 我们都很需要resilience 这样的能力 让我们去复原 那么除了我刚刚上面介绍 这篇文章 谈到的这个resilience 后挫败转机 这种任性的能力之外 我今天呢 还要再分享另外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也蛮有趣的 他说解开你对任性的误解了 那这篇文章有两个共同的作者 一个叫Daniel King Daniel King 他在美国劳斯大学服务 另外一个叫梅根麦克斯佩登 也是在美国的劳斯大学 所以他们两个看起来是同事 他们就专场就在研究这个职场中 如何培养复原力 就是任性这个主题 那这篇文章发表蛮新的 是去年才发表 他们就提到说 哇现在任性这两个字 被用的很多 到处都在用 我刚刚跟各位说明了 如果你到我们哈佛的官网 Archive 我们的资料库呢 打上任性 或者是之前的翻译叫复原力 你可以找到将近500篇文章 都是用这个主题写的 相当的多 我们呢提到企业 要面对不稳定的市场 不确定的未来 经济前景变动很大 我们就会强调企业需要任性 我们呢面对人生 人生各种逆境 有挫折 有意外 有打击 有低潮 我们也是需要任性 才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们上半部分享的那篇文章 就是在谈这个概念 可是呢 到最后呢 好像变成说 哇任性呢 就是一个必要条件 任性呢 就是代表 就是坚强 代表这个勇敢 而且呢 我们所有的企业呢 就好像会认定说 我们每一个员工呢 都要具备任性 所以到最后 这篇文章就在指出说 那他有一点担心 任性这两个字呢 就变成是一种剥削 一种过度被吹捧的一个现象 剥削什么呢 就剥削员工嘛 就觉得我们的员工就要任劳 任怨 我们的员工呢 就要坚强面对任何的挫折跟挫败 那这一篇哈佛的文章呢 就引用了纽约时报杂志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个作者 他所提到任性这个现象呢 下的一个注解 他就说 哇现在任性呢 被滥用 而且好像每一个老板 每一家企业呢 都强调员工呢 必须要具备任性 所以呢 就已经变成是一种老套的 原文是这样写的 老套的自力更生逻辑的加强版 在这种逻辑之下 你的成败原因呢 都归结于你的性格 而任性当然就被认为是一种性格 就是你这个人 可不可以承受压力 可不可以重新站起来 有没有复原力呢 已经变成是一个性格 那所以呢 他这里呢 也引用了一个网红的推文 在推特上的推文 他就特别强调说 哎呀 我希望我这辈子啊 不要再被称说 有没有任性了 因为我已经 因为坚强而疲惫不堪了 我很想要得到支持 我很想要得到温柔 我很想要自在 我很想跟亲近的人在一起 而不是因为我多么善于面对打击 或受到多少次打击而被表扬 所以这也是一种新生的吐露 意思说 好像任性这个字 被过度强化到 我们每个人呢 都要像钢铁人一样 如果你没有办法像钢铁人一样 有坚强的意志 来面对各种挫败的话 好像我们就是一个loser 就是一个loser 所以某一种程度 就已经又被过度的夸大 它的重要性 所以这里出现一点反思 就是我们都很强调说 我们在面对变局 面对变革呢 面对挫折 我们都需要任性 resilience 可是呢 我们是不是又过度强调 它的重要性 以至于忽略了 其实我们也要有完善的制度啊 完善的一些 如果我们在职场上 有一些设计啊 一些制度的设计 可以保护我们 而不至于说 我们就是每天呢 要出去带着钢铁 面对各种变局 好像你要坚强起来 是应该的 而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所以这里呢 提出了一些反思 也是可以给大家来 省思一下了 所以他这边呢 就特别指出说 这任性 resilience 已经出现两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 就是说 很多人就把任性 当作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 他说其实任性呢 不应该是一个人 先天或者是后天 应该要培养 你就是永远啊 就要像钢铁人一样 这样的特质 他真的是发生 特殊情境的时候 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特质 而不是说你平常 就要武装自己 永远都要面对挫折 那种态度 这样真的活得很累 就像刚刚那个推特 这个推文说的 说我不要再被称为是 有没有任性了 这是第一个反思 那么第二个反思就是说 尤其是在发生在企业里头的时候 如果公司出现一些 比如逆境啊 等等呢 就会每天呢 每天呢 就强调员工要具备任性 所以好像员工不具备任性呢 就好像员工就很不够格 但是就忽略了 我们的公司的制度啊 规范啊 是不是有合理的照顾员工 给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以至于呢 他会比较少去碰到这些 一天到晚都是挫折 一天到晚都是困境 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情境发生 所以我们不要卸责啊 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卸责啊 情况的坏 就是你不够任性去面对 尤其是一个组织或一个社会 先把我们的环境做好 先把我们的制度法规做好 把舞台搭设好 而不是只要求每一个个体 都要任性 好像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变钢铁人一样 所以这篇文章下半部呢 其实这篇文章蛮长的 所以各位可以到说明栏 点击我们的原文 来仔细的阅读 那我简单的讲 他下半部就提出了说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 或是一个组织 其实你要回答自己三个问题 就逾期 一直要求员工 要坚强起来 要任性 要有复原力 你要也要思考自己 也要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营运过程当中 我们有没有努力在减轻 或者是消除逆境 你不要每天都是砍 每天都是挫折给你的员工 你有没有尽量的减轻或消除 不必要的逆境 当然有时候是大环境造成的 你也无可厚非 你也没有办法影响 但是你在自己可以影响的范围内 你是不是可以消除或减轻逆境 第二是说 其实每一个员工都不一样 并不是每一个员工面临的逆境的处理方式 都会一样 所以我们也要思考这样的差异性 第三就是公司在整个的制度的设计上 是不是有资源员工在任性上 当员工需要的支持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给员工 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所以这三点也是提供给企业做提醒的 就是我们一方面 当然希望我们的员工都具备任性 他可以面对变局 面对变革 面对意外 他随时可以应变能力会比较好 而不是只会抱怨或只会生气 不采取作为 改变不了现况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可以面对变局 可以翻转 但是我们也要从制度上 在各种设计上 让员工日子好过一点 让这个组织的坎可以减少一点 这个也是决策者或者是主事者 应该要负责的部分 以上是对任性 这两个字 中文是两个字 英文是一个字 的一些说明 所以现在我们在看报章杂志 在看很多的什么论坛 演讲都常用这个关键字 这个很红的字叫任性 所以大家也是对这个词 要从此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了解 如果你想要对任性 可以有更方方面面 更多了解的话 欢迎到哈佛商业评论的网站 官网 我们的资料库里头 你可以搜寻到几百篇的文章 那么最后 也是要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并且要邀请各位听众 如果你支持我们的节目 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说明栏 点击赞助连结 就给提供我们小儿的赞助 让我们有资源 可以做得更好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感谢您的收听优优独播剧场——